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影視界的最新消息 第一宗消息就是黃秋生在接受台灣一個節目訪問的時候說到 說想申請入籍台灣 以及對於現在的香港感到很陌生 不想回來 至於第二宗消息 剛剛回巢到TVB的曾志偉 成功拉攏四大唱片 準備宣布他們的破冰大計 究竟TVB能不能硬撞到ViuTV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黃秋生 他如何在台灣一個節目當中盡數心鍾情 他就說到現在他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但是之前的工作已經是接近懸彈 因為被封殺 他就說外邊傳他被列入封殺名單 無論是否真的有這份名單 還是傳說 他就說感受到的就是實在封殺 另外他又說到 不會幻想自己的事業能夠在中國東山再起 有某些人或事是不能挽回的 另外他還說自己長大的香港就沒有了 對於現在的香港就很陌生 那裡已經不再是他認知的香港了 所以也沒有所謂 反正他就來到台灣是一個全新的地方 而他回香港也是一個新的地方 但是要選擇一個正常的新的地方 還是一個變態新的地方呢? 當然他就說變態的地方就是香港了 他還說這次回到香港之後就會盡快再度去台灣 也是想申請入籍台灣 我就相信以王秋生在演藝界的名譽、地位和實力 要申請入籍台灣應該不是困難的事 起碼他在香港只是金像獎的最佳男主角都拿過三劑 而且他在台灣也擁有一定的知名度 其實他能夠在台灣重新發展自己的事業 都是一種福氣 起碼他仍然可以從事自己的職業 有很多人離鄉別井移民去到外國的時候 其實不能夠重操僱業 大部分都不行 很難的 除非他本身是一個專業人士 當然王秋生從事演藝界 他本身也是一份專業 他能夠在台灣繼續發揮所長 在不同的節目擔任主持 其實都能夠闖出一片天 當然他自己也看得開 不會再幻想在大陸如何東山再起 有些藝人就不是 就算在大陸做到很霉 沒有被封殺也好 他也要繼續運下去 因為他不捨得離開這個名利牆 雖然王秋生是被動地離開的 但是從他所說的說話當中 也反映到他的心態已經調整過來了 而且也在台灣尋找到屬於他自己的一片天 更好過留在香港 因為在香港從事演藝界的機會 也不是那麼多 港產片又不是怎麼開 就算開的時候 那些片商夠不夠敢找他來拍 在大陸能不能夠上映 很多考慮 所以現在他既然都說想申請入籍台灣 就抓他成功 接著我們就說說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曾志偉回巢TVB之後 扭轉了過去TVB和四大唱片交互的局面 傳出了他成功地使得TVB和四大唱片破冰 其實來到現在已經沒有四大唱片 只剩下三大唱片 分別是環球、華納、SONY和EMI EMI即是百代 已經被環球買了 所以現在只剩下三大 當時為何TVB和四大唱片交互起來呢 就是因為版權費的問題 當時四大唱片牽頭成立了香港音像聯盟 叫做HKRYA 由於四大唱片和TVB就著歌曲版權費用的問題 是談不成功 後來就罵了 TVB就不再請這四大唱片的歌手上去他們的節目 頒獎典禮也不預算他們的歌手 最後就變成了勁歌金曲和頒獎典禮也出現了圍牢化的情況 甚至乎最近三屆勁歌頒獎典禮 那個最受歡迎女歌聲呢 竟然間就是菊子喬 我想就算我現在說的名字出來 大家可能有些部分就有印象 有些都未必認識誰是菊子喬 以往TVB搞這個勁歌金曲頒獎禮就是年度的盛事來的 以往就是要撲回家也要看的 穿著這部機 現在當然沒什麼人看 大哥我都不認識你那些人 全部是欣聲來的看鬼看馬 以前第一屆是欣尼的 接著就連續五屆梅艷芳 再連續四屆是葉善文 那些才是勁歌金曲 你現在整齊這些奇妞拐好 說不好聽 不知誰打誰 所以就變成了圍奴化 一味就是捧自己的有上位 那你捧自己的有 那些人也要有實力才行 否則就叫爛泥扶不上臂 最後就硬壓苗助長 你也是沒用的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和四大家互了 那TVB捧起了哪一個歌聲呢 你說好紅的就真的數不出 不紅的就有一大堆 所以現在曾志偉回巢 TVB和四大唱片破冰 是很正路的事 當然TVB已經是流失了很多觀眾 尤其是因為他台的政治立場 令到有部分人 無論你TVB怎樣變陣怎樣改革都好 那些人都是不會回頭的 但是如果他再不破冰 就只會令到TVB在本地的音樂界 是進一步邊緣化 因為現在ViuTV他們是很進取的 他們又搞什麼《全民造星》 都搞了三波 最後也捧起了一班人是紅的 比如說姜濤那些 是不是很紅呢 即是地鐵、巴士、廣告、周市都有他的樣子 所以ViuTV是很進取的 還有別人又搞很多音樂節目 請了很多有實力的歌聲上去唱 當然TVB也有的 他搞過流行經典五十年 問題就是你那些是很老餅 真是太過經典了 而ViuTV又真是成功這樣吸納到一批年輕的新觀眾 你營運一個電視台的時候 如果要永續下去 你無論如何都要吸納新觀眾 你不能夠只鞏固現有的老觀眾 否則好說不好聽 這些盧蜜雪說的 就說走下一個走下一個 這是事實 你那些老觀眾 當然現在TVB在收視上 仍然是佔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但是這個優勢慢慢會逐漸衰落 因為你都吸納不到新的觀眾群 經常看來看去都是那些人 而且因為你台的政治立場 就使得有些人 他們是不會回頭 在這幫人的眼中 TVB就好像有個原罪 你怎麼變他都是不會看的 所以TVB現在做改革 好話不好聽就是視倍功半 因為你又要吸納新觀眾 但是有些人永遠都不看你的時候 你就要下更多功夫去做 所以現在曾志偉和四大破冰 是一件正路的事情 你不破冰都不行 問題就是看到底你破冰之後 你會請到什麼歌星上去 當然曾志偉和譚詠麟的人很熟 就是明星足球隊 但是你每次都是譚詠麟 中振圖 溫娜 其實都是老餅 你能不能夠找到一些新的歌星 比如說張學友 陳奕迅 你又請不請得動呢 那些人願不願意上TVB 又是一個問題 你請得到當然會吸引多一些人去看 問題就是如果請來請去都是老餅的時候 你又是服務那些老觀眾而已 變成你是吸不到年輕的客人 就看看他到底有多大量 到底會不會容許姜濤上TVB 或者容許ViuTV捧出來的MIRROR成員上TVB 這就是曾志偉的一個考驗 當然我覺得未必可以 始終台有台格 未必容許可以這樣做 問題就是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 那就是一個真正的破格 起碼有話題性 以前TVB就霸道到一個點就是 凡是你要在TVB上亮相的那些明星 你接受第二個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就不能夠講粵語的 要講普通話的 那現在你就已經沒有了這個優勢了 你只是看那個叫做Coffee 林千瑜 他走上網 不知道拍了那些做瑜伽的片 每一條片都在講幾十萬人看 當然有些真的看他學做瑜伽 有些是麻辣老子去看他 那你不要管他哪些人看 但是他是有人看 那有人看就自然是找到吃的 那根本上他就不需要投靠你TVB了 因為TVB有什麼優勢呢 而且TVB出了名就是人工銀的 所以到最後我就認為 由於電視台這個媒介本身已經是衰落當中 其實做電視台已經是一個夕陽工業 進入到互聯網的時代 其實傳統媒體都是在叫做Declining 即是在衰落當中 好了 那你找曾志偉和黃祖南這些人進去 當然啦 曾志偉又有天大的面子 能夠說服得到三大唱片 現在是破冰 但是所得出來的效果是有多大呢 我是有個質疑的 最多曾志偉都是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說能夠使得衰落的過程是減慢 你說能不能夠重現到好像六七十年代TVB那種輝煌呢 我想就做夢也沒有那麼早 因為當時是沒有什麼娛樂 再加上當時選擇又不多 要是看報紙 要是聽收音機 要是看電視 是這三個而已 好了 而且當時科技也是比較落後的 連錄影機也沒有的 所以有些劇集大受歡迎的 一做大結局 每個人家家戶戶都要撲回家看 那現在根本上已經是換了人間 現在都說是可以上網 一卡就看完全季的劇集 誰有空和你坐正在電視機面前等你播 對不對 所以已經是完全不同了世界 就算你說找到曾志偉和下四大破冰 我的看法就是 他的象徵意義是大過實際意義的 在過去幾年其實TVB都把很多他們自家製作的音樂節目 放了上youtube 以往他們那種大台的心態 他怎麼會放這些片上網呢 其實我在十年八年之前做網台節目 我也有說過這件事 我就說你TVB的節目 你怎麼可以申請做會員才可以看的 沒有人看的了 你就乾脆放上youtube 因為當時連大陸的電視台 珠江台都把他們製作的劇集放上網 你一放上網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youtube收回那份錢 那你TVB作為一個這麼大的台 你竟然不去做的 即是說下十年八年前 其實是很愚蠢的 當然最近兩三年他們就很積極 什麼片都放上網 因為他莫財 他就要開完 拿得多少得多少 其實ViuTV也有放上youtube 你放上youtube這個平台 才會有影響力 因為大家就會在這個平台上不停找片 你如果整天都要申請帳號 又要鎖號 又要鎖號 九十幾萬樣東西 你是會侄外那些人去看的 我打開手機 打開apps 就已經看到youtube什麼都可以看 那我為什麼還要按下你的apps 所以現在要維持影響力 就一定要user friendly 是要對於用戶友善的 問題就是你TVB作為一個大台 是電視台來的 其實這樣放片上youtube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兩難 因為他平時在他自己的台上播放節目 那些廣告費就是他跟客戶直接欺商的價錢 但是你放上youtube 你就是花了雞水那麼多 所以其實就是不利於他那個台的收益 問題就是如果你要鞏固你那個台的影響力 你又被迫都是要這樣做的 你就要放片上網 所以基本上就是沒得搞 我認為現在再去搞電視台是一個困局 最多都只能是減緩衰落的過程 是不可能重返往式的輝煌的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